月饼也可以加了地瓜这样去把它增量 简单步骤运用天然绿豆糕加上地瓜再搭配坚果 相较于一般的蛋黄酥 热量减少了19% 脂肪减少了69% 中秋节应景临嘴就要健康吃 尤其三高的患者可要多加留意避免踩雷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那么我们就希望能够 它的油脂能够减低 那么它的糖分能够下降 尽量避免含糖饮料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多现有的一些蔬菜 或者是水果 特别是当季的水果柚子 加上一些无糖的茶碗 除了烤肉 月饼 自己动手DIY 享受乐趣 更能够避免吃下过多的糖分 增加健康风险 撇开昏食 国建署建议BBQ的食材 肉类的部分可以换上豆干 而另外蔬菜如果碰到火烤会烧焦 其实可以换这一种方式 蔬菜它如果直接拿来烤 它很容易是外面会烧焦里面没有熟 我的建议是可以先利用水 就是我们饮用水 然后用喷的方式增加它的水气 那热源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有一点是蒸蔬菜 而不是完完全全的烤蔬菜 那这样的蔬菜会保湿度比较好又更好吃 传统中秋BBQ大鱼大肉 难免吃下肚 再搭配饮品 或是再吃个月饼点心 一餐动辄2500大卡 远高于成人一天所需的最高2100大卡的建议量 高纳高油高糖都要避免 中秋习俗应景如何聪明吃又不负担 就从食材准备开始 只要花点心思避免雷区就能够吃得健康 又不失过节气氛相得一张 人间新闻张悠辰 郑日宗 台北菜谱报道